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新物种只能是被发现,而不是被唤醒。 往往新的物种被发现于人际罕至的地方,如神秘的雨林或遥远的南极高原。 然而,一篇刚刚发表在《极端生物》杂志上的文章打破了这一观念,他描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文章的作者,弗里兰和楚衡林为公众揭示了一种科学界从未知晓,却存在于地球亿万年之前的细菌。 这个微小的生命体在上个世纪末被偶然唤醒,源于一次意外的工业灾难,在此之前,它已在地球身处沉睡了数亿年。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趋势的频道。 我是摩西。 佩尼尔湖,雷克佩尼尔,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这个湖泊的出名并不是因其自然美景,而是由于历史上的一次工业灾难。 佩尼尔湖下面的地层中蕴藏了丰富的盐矿,钻石水晶盐公司在这里挖掘了一个巨型盐盐矿洞。 而在湖面上,一个属于德克萨斯石油公司的钻井平台,正在湖面上开采湖底石油。 1980年11月20日,粗心的石油钻井平台操作员看错了图纸的坐标,结果钻头毫不犹豫地钻入了地底的盐矿坑道,成顿的湖水汹涌地涌入。 而湖面上形成了巨大的漩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人造的漩涡吞噬了石油钻机,使一艘舶舶,一艘拖船。 由于湖水水位的快速下降,连接湖水和墨西哥湾的运河开始逆流,并短暂形成了路易斯安那州最高的瀑布,同时泥江从矿井的入口喷发出来。 幸运的是,此次灾难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矿山里的所有工人都在洪水上涨之前及时逃了出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灾难却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 流入矿井的湖水原本含盐量只有不到2%,但溶解了盐矿中大量的盐盐之后,湖水含盐量变为32%,大约是海水的9倍。 对大多数生物来说,这么高浓度的盐水是致命的。 这主要是因为生物的细胞无法应对由高盐度造成的渗透压差异和水分平衡失调。 在高浓度盐分的环境中,细胞外的盐分远高于细胞内,导致水分子从细胞内部流向外部,以试图吸食外部的盐分。 这种水分流失会导致细胞脱水和收缩,进而导致细胞功能受损甚至死亡。 此外,过高的盐分还可能破坏细胞内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 蛋白质是生物体正常运作的关键,其结构受损会严重影响细胞的生理活动。 1987年,西奥尔良大学弗里兰博士在研究这个矿洞时,从它的样本中发现了一种细菌。 它属于一种洗盐的细菌群,称为食盐菌母。 通过对积遗传特征和生理特性的独特性的测试,发现它的DNA序列、代谢途径等特征与已知的食盐菌有着显著差异。 因此,弗里兰博士认为这是一个未被发现过的新物种。 通常是盐菌能在盐浓度约为18%的水中较好的生长,但当盐浓度低于10%时,它们就会死亡。 那么问题来了,显然这种细菌不是来自于原来佩尼尔湖水,因为佩尼尔湖原来只是一个淡水湖,那它们是如何进入矿井中的水中的呢? 弗里兰博士对这个问题百思不解,由于当时他的实验室资源有限。 弗里兰博士不得不暂时搁置这个谜题,转而进行其他项目的研究。 然而,在2016年访问中国期间,弗里兰遇到了另一位誓言微生物专家陈恒林博士,并决定重启他的悬而未决的课题。 科学家们发现,一些细菌具有非凡的自我保护能力。 当环境恶劣时,它们可以进入一种休眠状态,关闭所有生物活动,直到环境好转。 佩尼尔湖下的盐矿是由之前的咸水蒸发而形成的。 其中一些盐至少有1.25亿年的历史,这意味着它是在恐龙的全盛时期形成的。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新物种因此曾经生活在年代久远的远古时期。 它在矿井被淹没之前就在那里,被困在盐经体内的水泡中,并在那里一待就是亿万年。 精确地估计,细菌能够在休眠的状态下生存多长时间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实验不可能无限地持续进行。 在2000年,弗里兰博士在《自然》杂志上声称,他和他的同事成功地复活了另一种2.5亿年前的食盐细菌。 除了食盐细菌能够休眠外,2022年发表在Astrobiology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探讨了 在类似火星条件下,一种叫做辐射耐受球菌的细菌的生存潜力。 该研究显示,当这种细菌在模拟火星条件下动干时,它能够承受极大量的辐射可以在休眠状态下,在火星地层里面存活长达2.8亿年。 辐射耐受球菌的细菌是最具辐射抗性的细菌之一,在接受了14万格雷的辐射后才死亡。 这个辐射量足以杀死一个人超过两万五千次。 弗里兰博士指出,休眠的生物生存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DNA逐渐积累的损害。 即便在休眠状态,DNA也会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例如化学反应可能导致DNA发生氧化,改变碱激活造成链断裂。 因此,维护DNA的完整性对于休眠生物至关重要。 但在盐盐晶体内几乎没有氧的含量,并且氧在盐晶体的小水泡中溶解性极低。 这无疑是对视盐菌的休眠是有利的。 另外一个危险就是紫外线,但在暗无天日的地下盐矿,不存在任何的紫外线。 背景辐射也可以损害基因组。 在盐矿中唯一的放射性原子是甲丝氏。 由于它的半晒期超过十亿年,因此它只是微量放射性。 而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细菌,包括是盐菌,在它们的DNA外,会包裹大量的保护蛋白以防止自然环境对DNA的损害。 是盐菌对大多数人来说通常是无害的。 它们主要生活在高盐度环境中,如盐壶和盐矿。 这些环境与人类日常生活接触较少。 是盐菌在自然界中扮演着重要的生态角色,但它们通常不会引起人类疾病。 在食品工业中,是盐菌的作用非常关键,尤其是在传统发酵食品的制作过程中。 例如,在酱油的生产中,是盐菌帮助发酵大豆和小麦。 这一过程对于酱油的味道和颜色至关重要。 在韩国泡菜的制作中,是盐菌通过发酵过程增加了泡菜的口感和风味, 同时还产生了有益的益生菌。 在发酵海鲜产品中,是盐菌的作用同样重要。 它们在发酵过程中分解蛋白质和其他分子,形成独特的风味。 这种发酵过程不仅提升了食品的味道,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天然防腐效果,延长了食品的保存期限。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欢迎订阅、点赞、留言和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 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